即是你想想 拔刀圖是一件好走火入魔的事來的 你見識過圖 最離譜的圖是甚麼呢 你說是認識還是認識 網友就有些是圖包裝熟食 OK 你認識的人 我認識的人是米 那當然我朋友 廁紙 我朋友抱著廉奇心態 淘過一罐一百元的佛跳牆下來 嘩 你老母如果有人做盤菜圍也有人淘 早前有人淘麵包下來 我在淘寶的縱伏群裡見到 然後他最好笑是問為甚麼下來會發霉 他還要寄去集運倉 然後才寄去香港 但他老母要淘麵包 他在深圳集運倉裡放了三天 你老母要猜我 即是去順豐收貨 我第一時間已經感覺到 我由第一次在順豐收貨 我已經感覺到一樣 就是順豐或者大陸的物流倉 那些包裝是很欺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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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紅水珍三文字 酸菜魚 你是不是真的說他真是紅水珍 Hilbert 我是有看TESTV的 但我未至於夠膽塗他的食物 但好不好吃呢 不知道 我真的沒有試過 TESTV是什麼 一個中國以重慶為基礎的 做網店和數碼產品評測的基礎站 他們在Youtube上有Youtube頻道 BillyBilly有 其他的騰訊視頻都有 但如果你擺脫了這種包袱 擺脫了你是香港人的包袱 然後你走進大陸 你覺得沒什麼 你會發覺其實反過來 淘寶是一個很大的相機 是 因為大陸有很多人 是將那些家鄉食物 例如那些什麼叫做 怎麼說呢 Tommy以前有一條女兒在那裡住 類似漢中的地方 山西掛面還是什麼 就是掛面 掛在那裡浪的那些面 大家都知道哪些 一條竹這樣浪起來 還有他們有很多家鄉食品 類似你剛才說的孫菜魚 都是其中一隻 很多都是用那些 那些叫做 怎麼說呢 呂薄紙包裝 然後再用淘寶去 全國去散出去 嗯 確實這個真是一個很厲害的相機 嗯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賺錢 你想像一下 如果放在香港 等於灣仔碼頭水餃 然後用淘寶發行全國 嗯 灣仔碼頭水餃 就是其實 就是 拿去當年 在灣仔擺檔賣水餃 然後自己開了一個工場 用水餃王後的袋 然後再包裝 再散落一些超市 但是在大陸的做法 就變成 這些實體店已經出現了 整個灣仔水餃王後 變成了灣仔碼頭水餃 嗯嗯嗯 然後用鋁箔紙包裝 然後用淘寶散出去 用淘寶散出去 就是這樣做 就是這樣做 如果你擺脫了香港人的身份 其實 你在大陸的角度來說 確實真的很賺錢 但問題是 為何我們會 這麼聲勢力結成 在討伐這件事 就是 因為政權的問題 是